開始就來看到 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國際的較量上看來 金磚可以跟G7來抗衡 而且一個是往上一個是往下嗎 金磚這一次開峰會大團結 重點是 這個是重創美國的霸權 因為美國跟沙特 其實持續50年的石油美元的協議 6月9號到期 沙特竟然說我不續簽 天啊石油美元要崩了嗎 其實石油美元是在1973年 石油危機之後正式成立的 規定沙特把石油出口 那用美元來計價 所以讓美國有很大很大的一個底氣 然後美國要給沙特提供很多軍事 支持保護等等 但這一塊中國大陸現在也OK了 然後美國自己財政有問題 美元可能也要慢慢的被崩解嗎 美國葉倫財長說 有3.47兆的美元巨額的負債 真的加重了我們美國 那他也提到 中美其實關係很重要 中國大陸為美國帶來70多萬個就業崗位 真的不能脫鉤 說到不能脫鉤 美國最近不是拉著歐洲一起 對中國大陸電動車開刀嗎 特斯拉說我還要給中國大陸 特工版的Cybertruck 然後呢 G7要圍堵中俄 但你把這張圖 把它打開來看 天啊 落寞的G7嗎 Seaway是意大利沒有錯啦 但其他人來看 拜登太老了 你到底能不能連任呢 然後岸田支持率26 英國的部分也即將可能要落選了 然後這兩個歐盟的 哎呀你又沒有民意的基礎 然後再來這兩個又是剛剛敗的 法國跟德國都是剛剛落選嘛 然後呢 50年來最低的民調就是你 加拿大 所以呢這個G7 我們再回到上一張 江振君怎麼看 一個是上上的金磚 一個呢被說 這個牛攤請說 這好像在開末日峰會失敗者聯盟 對我們可以講金磚呢 由金磚四國 金磚五國到現在金磚十國 後面還有20多個國家在排隊加入金磚 金磚可能以後變成世界上 最大的這個經濟組織了 因爲什麼 因爲它含擴了全世界 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它人口紅利不可小覷 因爲包含中國大陸 印度都是14億的人口 兩個加起來28億 那加上巴西 加上新進來的 包括南非 新進來的事業 包含埃及 包含沙特 包含伊朗 這些都是金磚 現在變成金磚十國 那將來他們的經濟的 人口紅利將來不可限量 將來換句話說這G7 G7是先進工業國家 包含美國 加拿大 日本 包含德國 義大利 英國跟法國 所以加起來的話 總共是他們企業國家 企業國家他們最主要 他們都已經到天花板 因爲他們的GDP高了 聽到 但是問題金磚國家 都是開發中國家 那他這樣的話 整個成長的空間是非常大 這個預量非常大 所以將來的金磚的國家 會慢慢取代了 整個G7的先進工業國家 另外我們來看 就是石油美元 石油美元在1973年 石油危機 那個時候我在讀中學 那時候 那時候變成通貨膨脹 非常嚴重 那個時候就以美元 開始以美元來計價石油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都要用石油 你都要用石油的話 現在計價 用美元 現在要終止使用50年的 美元石油計價 那將來的話 美元的需求降低 美元吸收降低 會呈現三個現象 第一個 美國國內會通過膨脹 那第二個 美國的利率 利率可能要調升 要不然大家都要拋售美債 那第三個 美債會拋售 剛才講到 那所以這樣 對美國的經濟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大家對美元的需求降低了 去買美元降低了 因為都是拿美元 換美元去買石油 所以國家在換美元 那現在沒有了 大家不用換美元買石油 美元它是強勢貨幣 霸權貨幣 它在全世界的貨幣交易量 是達到55% 那現在的話 可能就會 再降 會一直降下來 那美元出的問題 你看它 它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出在美兆 美債 美債有34.7兆 對 然後美債37.7兆 我判斷 今年會到達37兆 為什麼 因為它要三個 第一個 美國每一年的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每一年次日 將近1兆美元 這是沒有辦法 第二個 美國每一年的對外貿易赤字 9000億美元 我們拿1兆來看的話 又是1兆 那第三個 美債是需要利息的 那美債的利息又是1兆多 這三個加起來3兆 一年 那34兆加3兆37兆 對 所以我說2024年 要到達37兆 到年底 因為在距離12月31號 還有半年多的時間 所以將來 將來美元 2025年可能突破40兆 我們可以講 每一年都增加3兆 我們這樣來看 所以現在 這個強勢美元 慢慢會走下坡 美債又居高不下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所講到的 就是金磚 金磚會慢慢取代 因為大家 彼此 變成金磚銀行 金磚貨幣 然後金磚國家自己的 關稅降低 大家互惠 變成這樣 會慢慢取代了 G7這些工業國家 所以對美國來看 美國引領的這個 世界經濟的霸權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對的確啊 美國它支撐它力量的美霸 就是三個根基 我們不斷提醒 美元美軍跟美語 我們知道美語它還是很強 因為在西方的媒體 主流都是掌握了全世界話語權 但是從以哈戰爭的時候 就看到它的話語權被挑戰了 因為抖音 TikTok慢慢崛起 看到不同的聲音 然後美軍的這一塊 也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 美金的這一塊 美元的這一塊 受到很大挑戰 那講到美軍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 其實也給了 中東地區很大的底氣 因為石油美元就是 你用我的這個 這個 美金 美元拿到了這個東西 你這個美元可以來買什麼呢 可以來買武器 因為美國會給沙特提供 軍事上的協助 但是因為以哈戰爭的關係 就發現說 美國最好的武器給誰 心頭肉是以色列 所以什麼好的武器都給以色列 那中東其他國家 絕對不會買到最好的武器 那再加上你有卡東卡西 你用中國大陸的東西 你用我們的這個F-35 你就不能用華為 就阿聯酋說不用啊 我們要用華為 而且我們要買FC-31 所以呢 又有新的選擇 以色列的空軍 擁有75架的F-35 最近才要買 然後他對誰 當然對埃及跟沙特 阿聯酋等等 然後呢 現在沙特這些中東國家 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買歼20或歼31 但歼20中國大陸還沒有要賣 歼31真的有可能 空軍版的歼31出來了 所以呢 歼31也成為他們可能要買 要搶買的了 對 那我們知道 那個中國大陸 為什麼有歼20之後 又要做歼31 歼31 我們講的這個高低搭配 快慢搭配 因為歼20是重型的逆中戰機 然後歼31就比較輕量級的 逆中戰機是這個樣 然後外銷當然是外銷到要比較 我們講的 不能外銷把自己最好的 當然要留一手 對 一定要留一手 那就我們就外銷版 就是歼31是這樣外銷 問題是中東這些國家 美國賣給以色列 以色列現在有50架的F-35 逆中戰機 現在又賣25架 對 75架 那25架 50 75架 那所有旁邊的國家 包含阿聯酋 包含沙特 沙特 通通沒有 包含埃及都沒有 那他們講呢 你們都沒有 你們只賣到以色列 那我怎麼辦 那你賣了這逆中戰機 對著誰 是打伊朗嗎 伊朗的話 中間隔著 伊拉克還隔著約旦 日本可能打伊朗 伊朗跟以色列的距離是 1600公里 來回3200公里 這個逆中戰機的是 航程之外了 他只去不能回 結果你是針對的 就是周邊的國家 約旦 阿聯酋 沙特 這個卡達 海灣國家 對 還包括了這個埃及 你這樣的話 那我也要逆中戰機 那向誰買 那世界上目前能夠做的 就是另外一個俄羅斯 另外一個是中國大陸 那俄羅斯現在因為烏克蘭戰爭 他不可能 這些武器不可能外銷 他也沒有量產 對沒辦法 那蘇武器還不行 那像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 不可能把殲20做外銷 用殲31 所以這個他有一個 他是一個邏輯在這邊的 是的 那他們這些沙特阿聯酋 我看他們就將來 會打開向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來購買 這個殲31 而且他們已經那個 我們講到的那個 那個教練10 教練10已經像 那個我們講的 阿聯酋 對已經向中國大陸買了 而且在那個利亞德的航空展 那個中國大陸的 那個我們叫做的 殲10C 對 那個霸伊飛行表演隊 殲10C 殲17就飛過去了 那為什麼 他很看重那個 那個 那個航空展 對 所以派了他王牌的這個 特技飛行的過去 那現在的話 也就是另外一個是什麼 行銷 對 那行銷就推銷這些飛機了 是 可能是從教練10開始 然後再來殲30一看 還有其他其他什麼機器 要可以做推銷 對啊我們那個時候聽到 利亞德 這個重磅消息 就是教練10去的時候 這代表怎麼樣呢 他買了48架 那先給12架 後面再慢慢給嘛 那為什麼有教練10 因為教練10是訓練 而且他本身也有攻擊能力 然後你用中國大陸系統之後 再接下來買 FG31 當初的FG31 到現在說的殲31 當然未來 等到中國大陸6代機出現的時候 殲20真的也有可能賣了 所以用中國大陸武器很好用啊 那沙特當初真的也是用了好用 才會呢 叫中東國家大家一起來用嘛 所以包括什麼 沙特之前最早的時候 是老王 他去買了東風系列 然後呢 接著呢現在呢 還有包括無人機 翼龍這些 都是買中國大陸的嘛 從導彈到無人機到戰機 都用中國的 好用嘛 所以呢其實大家強買 另外呢不只是這個說殲31 巴基斯坦呢 也說我們也要殲31 而且還要整套的生產線 未來5到10年可能獲到10到20架的殲31啦 然後呢 這個殲31很重要 是呢 它也許巴基斯坦引進的殲31 是窩散13 本來是額制的 但是取代了 大師 對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殲31 它是窩散13 對 殲20是窩散15 對 那有中國大陸的 中國大陸現在發龍機慢慢已經成熟了 成熟的話 殲31的 這個殲31上面的窩散13的可高度也增加 那這樣的話 那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面對的是 印度 印度是14億人口 也是核武大國 那巴基斯坦 雖然也是核武國家 印度畢竟人口相對於較少 只有1億7千萬人口嘛 那現在的話要什麼 要國防來支撐 所以它買這個殲31 它可能是要的 叫窩龍戰機的 類似生產線 因為窩龍戰機的生產線 是在巴基斯坦 那巴基斯坦也要比較 窩龍戰機在我這邊生產啊 那我殲31也要在我這邊生產啊 但是問題是說 巴基斯坦有沒有辦法 付出那麼多的錢 你是這個生產線是要錢 你買飛機是買飛機另外一回事 但是買生產線又不一樣了 生產線你把 就跟你講說 我今天買牛奶是一回事 但是你買一頭牛 那就不一樣 這不一樣 你買一個牛奶幾百塊 但是買一頭牛可能要幾萬塊錢 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買生產線 我來想巴基斯坦的 有這麼有錢嗎 對 錢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 因為巴基斯坦他也是 他也要在經濟上 要支撐著錢 對 但是他有一個就是說 我已經有窩龍戰機的生產線了 唯一客戶就是 他的技術上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已經有窩龍戰機的經驗 我現在作為殲31的經驗 這個是沒問題的 那這是沒問題 我認為是錢的問題 對啦 是啦 而且呢 我們知道巴基斯坦 跟中國大陸是巴鐵了嘛 所以這個關係也沒問題 那現在就卡在這個錢的這一塊 那中國大陸會不會給一些兄弟價呢 大家也是值得來關注的 說到殲3席在中東這邊賣翻了 因為呢 中國大陸武器CP值好 然後呢 這個經鑽國家大家大團結 遜你跟實驗能夠牽手 也當然是因為中國大陸幫忙 然後呢說到經鑽這個體系之下 還有一個大國 是俄羅斯 俄羅斯不得了 真的亮劍了 俄羅斯你看 直接把核潛艇開到了古巴去 這距離美國好近好近 上面可以放什麼呢 卡石 那個這告石 高超音速導彈 哎呀這個是美國大殺器 更別說普丁也宣告了 我們俄羅斯要擴大 戰術核武演習從哪裡 從北冰洋 延伸到黑海 等於說 這個歐洲這一塊我也可以cover 北冰洋彈對準的是美國 對我們可以看到這分兩個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克山的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因為它這個是可以敗 我們講 它那個 它那個發射性 對它有24個 它除了魚雷之外 它可以發射這個 我們講潛艦的 潛射的 潛射的 反艦飛彈 反艦飛彈 那它這個 它這個戰鬥力是很強的 而且 一般來講 俄羅斯的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是不到 5.8的 對啊 因為對美國來講太敏感 因為距離那個 福羅里達半島才 180 對180公里很近的 你這個 你這個開玩笑 它如果是這個潛射式的 反艦飛彈 還有潛射式的巡运飛彈打過去 我根本來不及 180公里一下就到了 而且它高超音速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 那這次它 這一個上面有 這個下面有克山的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上面有飛彈的巡防艦 還有一個 綜合油彈補擊艦 另外一個是 其實那個拖船其實是潛艇救難艦 潛艇有任何問題 我這個救難艦在旁邊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配備是很完整的 那我們現在看另外一個就是 講到它的 戰術核武演習 那個俄羅斯的 它整個的 戰術核武 目前直接可以用的 就有1558枚 戰術核武 戰略核武不講 目前俄羅斯他不要 他都不講戰略核武 他要用的話 動用戰術核武 那戰術核武的話 在戰術核武演習 尤其那些 北歐那些 那些 那些東歐 還有北歐那些小國家 立陶宛 波羅的海 還有 還有岸沙尼亞 坦沙尼亞 對 那還有波蘭這些 甚至匈牙利 羅馬尼亞這些國家 那如果是他們 踩到俄羅斯的紅線 就是烏克蘭戰爭 他們介入 然後攻擊到 俄羅斯的本土 可能他就會動用核武打 因為你 你動用軍隊 打到俄羅斯本土 他就拿 戰術核武 那這樣子 那他有做核武演習 比如說這玩真的 而且他 這些 這戰術核武 一直都上去之後 放到 口徑飛彈 或者是我們所說的 告馬拉 飛彈或者是 尤其是我們講的 伊斯坎德爾 伊斯坎德爾 對 他放了伊斯坎德爾 飛彈 直接戰術核武 就打出去了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認為不要完全排除 那唯一的避免方法 我認為就是一個 不要踩到紅線 不踩紅線 因為土地有把紅線畫出來 講得很清楚 那不要踩到紅線 踩到紅線 因為戰術核武打起來 那是不得了 會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他認為 我認為目前的研判 可能性不高 但是俄羅斯有做這方面的 贊助核武演習 我認為也不要 也不要小叙 我認為也不要是 等閒四肢 對 不能等閒四肢 因為剛剛將軍說了 俄羅斯是玩真的 我們知道俄羅斯是說到做到 不會像西方比較晚的是虛招 所以你可以凸顯出 俄羅斯真的拿出了他大殺氣 核武的威懾 你真的要跨這個紅線 你要跨過去的話 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你會付出什麼代價 普丁他也說了 如果我真的動用核武的話 這會比廣島跟長崎 大到三到四倍 美國你是不會介入的 那美國不敢介入 他不敢正面跟俄羅斯打 所以呢 你這些國家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把這個武器 去打到俄羅斯境內嗎 讓烏克蘭這麼做嗎 嘿 要深思一下 那美國你的招又是怎麼樣呢 因為G7就被說你開的 這都是這個 牛彈琴說的 末日峰會 失敗者聯盟 Politico也說 這好像最後的晚餐 不是西方力量的展現 然後呢 美國駐北約的前大使 就說 除了梅諾尼 就是呢 義大利之外 其他都很弱 那你現在呢 做什麼呢 對俄羅斯沒招了 所以現在又開始扯中國大陸 說中俄啊 快速發展啊 提供他很多的 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晶片給他 那中俄大陸這邊當然說 我們中俄的貿易 是很正大光明的 然後呢 到底有沒有給武器 這件事情呢 其實 泽倫斯基自己說了 中國大陸向他承諾 不會賣武器給俄羅斯 所以他還說 因為這樣子 我們呢 會有勝利的機會 那你美國自己要瞧一下 俄羅斯 到底有沒有拿 中國大陸的東西呢 美國說哎呀 你啊這樣我們要制裁 然後那個 泽倫斯基說沒有啊 然後呢 你們現在又怎麼樣呢 又給這個 烏克蘭什麼 十年的計畫 給他這個 五千 那個億 五百億美元的這個錢 就是呢 制裁俄羅斯的這個錢 向他提供 五百億美元的這個資產 就是凍結俄羅斯資產當中 有一些利息等等 給他這個錢大概五百億 然後呢 還說給他十年的安全計畫 但這個計畫呢 如果你下台之後 川普可能就不會答應了 對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來看 第一個他凍結的 俄羅斯三千多億 這三千多億美元 他因為他會有支息 他還有一個 他的事業 事業在那邊 那事業的錢 把這事業 三千多億三千多億 這個五百多億 給那個烏克蘭 要做這些重建 但是同樣的 俄羅斯也會對西方國家 在俄羅斯 這麼大資產 通通跟你凍結 你沒收 我也沒收你 變成大家相互報復 變成這樣 俄羅斯他也有籌碼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回到看到烏克蘭 烏克蘭 烏克蘭將來 西方國家給他那麼多武器 但是烏克蘭人怎麼辦 他人在送來戰場 變絞肉機 當然俄羅斯也付出了 慘重的代價 但是問題是烏克蘭下去 我認為烏克蘭跟俄羅斯 因為他們邊境相鄰 那這樣的話 拖垮俄羅斯 但是問題是 烏克蘭被消滅 很慘 變成這個狀況 就變得很慘 所以烏克蘭我認為 他的戰略的判斷 國家戰略判斷 我認為是錯誤的 他應該盡早結束戰爭 因為烏克蘭的人民的生命 經不起再繼續折騰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捷口 叫不是 冷洞 雙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